真的有幫忙脫產嗎 戴藍色口罩走出地檢署 從頭到尾不發異語 他是前行政院政務顧問陳正坤 涉嫌幫忙IMB吸金主嫌脫產 30號復訊後 預令5萬元交保 但他表示 身上只剩下一點現金 最後檢方降保改為3萬元 而涉案等相關厭惡 以及客服等6人 也一併被送往北檢復訊 酒是不是要負送的嗎 你酒有給其他政黨高層科過嗎 檢調30號發動第4波搜索 在宜蘭市一間商旅的餐廳 茶扣750瓶威士忌原酒 市價超過260萬 這些酒是不是被IMB主嫌 拿來招待政要還要釐清 根據調查 4月底IMB主嫌 將宜蘭羅東的商辦大樓 以1000多萬賣給一名雄性金主 企圖脫產變現 躲避檢方追查 而經手土地買賣的就是陳正坤 他承認有從中協助 但否認幫忙脫產 而雄性金主是否有涉案 還是他不知情 檢方將會約談他釐清案情 到底IMB主嫌還跟哪些政府官員關係好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也被點名 我們支持政府院長提出這個法律的行動 來遏止抹黑 IMBC禁案持續延燒 官員人人劃清界限 還有誰涉案 檢警還得持續追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